哎呦 哎呦大家都在啊啊 既然你们都在啊 我想问你们个事 你们说借钱不还的人是不是可恨 不是 是不是不要脸 不是 我就是来借钱的 哎呦喂 那句话说得好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那我是真不还了 但这人是我姐 没毛病找我姐看看姐姐啊 没在家我有钥匙 没在家我就在她家挡她一会儿 喂 妹妹 哎别着急啊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哎呦咱俩是老同学 你跟我还客气啥呢 呦 是不是我姐回来了 那十万块钱呢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啊 咋的十万块钱 哎 没事 这事啊 我老公这边我会处理好的 哎呀啥事还瞒给我姐夫 你看你说啥呢亲爱的 咱俩都好多少年了 啊 就这样啊拜拜 哎呀我姐这有事 哎呀姐姐 姐姐 哎呀我姐哪看不着我了呢 姐 一边去 你妈呀 哈哈 你跟我来玩啥呢姐 喂喂喂喂 我隐身了呢 我是懒得搭理你 哎呀 说吧 这回又借多少钱 哎呀 说啥话呢姐 我是那种人吗 啊 我就没有可能是还钱来了吗 哪里 我不说了吗 没有可能 行 只要你不借钱就行 那更没有可能 不是你想干啥呀 姐我就来看你来了 哎呀我小弟出去了 还能看我 你看我啥呀 看你这回能借我多钱 哈哈哈哈哈哈 哦呦 钥匙给我留一下 人出去 你看 你就借我一千块钱呗 一分没有 真的这样呢 我这回我有正事 我对灯发誓 我要说假话 灯灭我灯 姐我要是说假话 灯亮我 哎呀妈呀姐呀 你就防止我发誓 你就按一个遥控当你 我就是不相信你了 不是你跟姐说出来 你用一千块钱 你到底能干啥 姐我用一千块钱 我投资啊 我有个朋友开发商 在内蒙那边盖楼呢 我就入股 只要资金到位 你立马就封我一套海景房 差一千块钱 在内蒙大草原盖楼 还分你一套海景房 哈哈哈哈 老弟啊 草景房吧 哈哈 不是你能不能说实话 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哎呦 其实 是我另一个朋友 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病 现在急需自流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最好的朋友谁呀 大黑 大黑 那不仅是你的朋友吧 那还是我们全人类的朋友啊 姐 你不懂 他病得老严重了 花花掉毛啊 那掉毛的话治病 也得给你先治啊 你比他掉的邪乎呀 别呀 我就来管你借一千块钱 至于你这么磕成我吗 我等我姐夫 哎啥呀 你等你姐夫 找到找到 你姐夫能借你钱呢 找到 就你姐夫的小扣样 你知道不啊 就那天三公里的路程 就为了省一块钱 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妈呀 那不是小扣 他好像有点二 他是跟出租车跑回来 是不是能省八块 不是你别找没用的啊 你跟姐说说 你要钱到底干啥 说 姐姐我跟你说实话吗 咱们爸不耍你双鸟棍吗 啊咋了 我行我也玩玩 我就给他拿过来 我就给他玩的 呼呼哈嘿呼呼哈嘿 啊 就玩的我手也没拿着 棍子飞出来 那浴缸 就砸碎了 你说啥玩意 不是故意的啊 那可是我给爸买的浴缸啊 你还撑我借钱 不借啊 没有听说没有 姐你要不借我 我我就把那小秘密就跟你说出去 我有啥秘密啊 你有啥秘密啊 你有啥秘密啊 你把那十万块钱装给别人里 你还不让我姐夫知道 是不是 不是 你偷听我说话是不是 你爱说不说 说 我不就就说 喂老公 啥事 要钱呢多少 十万 你干啥用啊 我小弟肝疼 我咋不知道呢 突发的 你在哪呢 好上来吧 姐呀谁说我肝疼啊 你姐夫 咋的咧 她在哪呢 马上到家 姐夫她竟然敢偏你 你看我咋熟的 你看我咋熟的 看我的 媳妇 开门呐 来了 媳妇 媳妇 来 十万火急啊 快把钱给我 这可是你弟弟的救命钱啊 钱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有啥她准备呢 我有啥她准备呢 放滚吧 小弟 呀 哇 你 呀 你看她像肝疼吗 我看她像腰疼一马 不是今天你怎么在这呢 对呀 她怎么在这呢 姐夫 你说我应该在哪呢 你爱在哪在哪 媳妇先把钱给我 先别提钱的事啊 她是怎么回事 你为啥要跟我撒谎 媳妇我错了行不行 我我跟你说实话 是这么回事啊 我有个朋友 哎呦我那妈也行 是不是要盖楼啊 晚上喝你个海景房 还真真点行不行啊 什么海景房 我根本就听不懂她说什么了 乱七八糟的 媳妇我那个朋友啊她病了 她得的病很 她病得老严重了 叫她嘿 娃娃掉毛啊 那咱俩掉的比她严重 你才掉毛呢 你才掉毛呢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你啊 媳妇骗你是我不对 我发誓 我保千万别发誓 媳妇 你家灯都老下险了 一会儿灭一会儿亮亮 你躲我远点 我很着急你躲我远点啊 媳妇 那个钱你先给我 我慢慢解释行不行 那个你不用解释了 那钱呢我已经用了 咋用的 我借小弟了 我就知道你不能白来 来 钱呢 结果现在很关键的一千块钱 行 没毛病 姐夫 钱我花了 花了 十万块钱你怎么花的 怎么花呗 吃饭了 吃什么东西能吃十万呢 母露为蠢露竹 这啥玩意这是 到底干啥了 还吃饭了吗 还吃 你看我像不像弱智 像不像傻子 你骗小孩呢 十万块钱到底干嘛了 小弟 你就跟你姐夫说实话呗 看你把你姐夫急的 姐呀实话可贵呀 行 姐夫 我告诉你吧 我出对象花了 你啥时候出对象 哟 今天上午 今儿上午 今儿上午出对象了 十万块钱就花完了 小舅他有牌面 当时就给他提台车 我的天哪 什么玩意儿啊 刚认识送台车 你会不会过日的 我和你姐存十万容易吧 这什么人这是 别生气别生气小姐啊 你看你把你姐夫系的 不学无数一天天 你厚实懒做你 诚实不足 你白事有余 少来我们家 你少来啊 我们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哎呀 又他说有你 说对不起 你干啥 你一把十块钱给别人转过去了 你干啥 那十万块钱不你等等等等 十万块钱怎么的了 在哪 老公在这呢 我就知道你跑去捡下来了 别 打碎我鱼缸 接招吧 哎呀 谢谢 你可算是来了 我们家出大事了 十万块钱 让他说能没就能没了 你自己问问吧你 这怎么还出这么个事啊 怎么回事啊 不是 爹 你姑娘啥样 您还不知道吗 我那钱 那人他也认识 我俩同学 美美 就是把他住院现在要用钱 我给他转过去了 你说啥 我转的是美美 我这十万也是帮他借的呀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小气呀 我再小气也分事啊 人命关天我能小气吗我 这不就妥了吗 瞅瞅啥呀 我跟你说 这人和人之间 那不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吗 所以你们俩说得很好 我别支持你们 爹 我学到了你们的精神 爹 接下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向我姐和我姐好好学习 你呀 你早就该向他们俩好好学习 我说对吧爹 但是学习之前呢 你得先跟我干一件事 干啥呀爹 回家给我换鱼缸去 爹 先说我看不太动手 行吗 放心 这回爹不动手 爹还得给你唱首歌 爹呀唱啥歌呀 轻点 妈 爸呀快使用手 别练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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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